《天荒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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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首奸行曲 故事就是 裡面有幾個主播人 最重要的 郭王、王妃 和 鮮巴 裡面是用了鮮巴 來遣記的故事 那個故事是怎樣的呢 郭王去探弟弟 逛逛逛 忘記了大禮物 回頭 拿禮物 看到他的妃子 和人通姦 當然 皇帝當然不可以這樣 殺 殺頭 妃子和人家奸夫 皇帝以後 裝身的妃子 都要殺 第二天 重行而殺 剩下一個習慣 但是你不斷殺不斷殺 幫他找妃子 那個大臣 找不到美女 頭都尺 怎樣呢 沒辦法 他的女兒自到奮勇 他說 不如我去吧 他當然不想 他女兒去 他女兒說 我有辦法令到皇帝不會殺我 他用什麼辦法呢 就是講不完的故事 一千零一夜 裡面有很多故事 就講這些故事 這首歌曲 就用了鮮巴來演技 有鮮巴在那裡 我們聽第一部章 第一部章聽什麼呢 就是 國王一開場就出場 就是齊奏和那些銅館 是很有霸氣的 你要表現霸氣 一出場 皇帝出場 一定要霸氣 那些銅館是很有威勢的 接著輪到飛子 飛子又要嬌嚴 和會講故事 即是很動聽的 即是說話 接著呢 鮮巴 鮮巴出場 就是出海 讓發出海 讓發出海那裡 就要闊了 即是你不是去河仔 你是去大海那裡 即是你要感覺到那個場面 是很闊的 這些條件 都是聽第一學章的條件 皇帝夠惡 飛子夠嬌嚴 先花出海夠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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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花出海 kept 還花出海 開發後 先花出海 parap正如其持 我們換下廠 先花出海 再花出海 把雲廷裙評下來 中文字幕提供 再听回刚才的版面 除了有故事性之外 还要有中东色彩 其实听这首歌 最重要是大家触不触摸中东色彩 是否比较厉害 这个是否比较厉害 这首歌 小提琴很重要 推剪代表小提琴 小提琴出烟的 即是那些 如果拉得好 这个比较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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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琴出烟的 即是那些 这个比较厉害 这个比较厉害 是否比较厉害 是否比较厉害 会了 可以了 是的 睡ым 一開始,其實那個童館最重要,夠不夠狠,夠不夠辣呢? 因為這個皇帝是殺人的,一定要扮演得比較大,不要弱雞 要不要聽到第二個包館? 不用了,另一個包館 這個也不錯,拿一聽一點就可以了 手不夠霸氣,但也不錯 這個很漂亮,很漂亮,好嗎? 這個是找外援的,就是在外面請小禮行十加入 不是用樂隊抗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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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的油音,多一點油音,情感深刻一點 好呀,乾啊,乾啊 好呀,乾啊,乾啊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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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像原あります 這是第1版本 第一版本是土耳其樂隊來的,來過香港我就看他演習, 沒看過一隊樂隊現場那麼好的, 他夠中東色彩,因為他用土耳其樂器, 有土耳其樂器加進去, 還有他的銅館厲害, 那些銅館厲害,那些狠辣,這裡比較斯文, 土耳其指揮,土耳其樂隊, 所以有些中東色彩強一點, 看看喜歡哪些東西, 其實這首樂曲那個小提琴很重要, 小提琴是女主角, 那個小提琴拉得好嗎? 是整首樂曲的秘密來的, 剛才Patrick也說, 第二那個小提琴拉得好一點, 因為他請外援, 就是賺錢請回來的, 那個演奏家來的, 你通常都是找樂隊的首席, 是的, 好了,我們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組end。